按下確認按鈕夾起雞台零食 占利品試試掉下 滿滿一整藍好友成就感 玩具零食生活用品 夾娃娃雞店一軍突起 不過這些都不稀奇 因為在這裡能夾到美食餐圈 可能就是夾了換一些東西 跟這個是可以直接換裡面的禮券 我覺得還不錯 第一次看到還滿 覺得滿新奇的 就可以吃飽一餐滿划算的 吃到飽餐廳結合夾娃娃雞台大搞噱頭 成功吸引到不少民眾來嘗鮮 應該會吧 如果有孩子的話應該更會 當年耗值18億插起高雄的林皇宮 走頂級奢華路線 不料卻在3月底結束營業 改由港點吃到飽進駐 甚至還引進超過百台的 夾美食娃娃雞台 夾娃娃已經變成一個 新的一個消費方式 所以我們公司也打算成立一個 這樣的一個新的事業體 改變經營方向 新進駐的櫥窗港點 少了奢華海鮮 以港市飲茶為主 因為我們標榜新鮮現做 所以夾到的美食代夾物 可以到我們的美食兌換處 就在我身後這邊 它可以立即來做兌換 當天立即來做享用 吃到飽餐廳一間一間的開 現在業者改變經營模式 引進夾娃娃機 強化提西人潮也拼商機 環宇新聞林維凱高齡景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 YouTube頻道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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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